大家好,我是铁布山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河南省齐县 提到齐县,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 但是齐县在商朝的时候 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名字,就是昭哥 今天我们就从这里一起来感受一下阴上文化 这一期我们来到了摘兴台景区 简单来介绍一下摘兴台景区 摘兴台景区是位于齐县县城中心 是著名的阴上文化遗址 寻给问祖圣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摘兴台是一个夯主土台 下层为龙扇文化,上层为阴上文化 据齐县志记载,摘兴台为昼王所建 就是登高临上,可以摘兴两月 御台之高 摘兴台,也就是摘兴台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凄惨的传说 据传,两千多年前 阴上末期,昼王为了讨好塑达机 为他建造了一座很高的塔楼 因为建造的特别高,站在上面 好像能够着天上的星星一般 因此取名摘兴楼 后来,周王受苏达机的蛊惑 在摘兴楼摘下了笔竿的心 一代重粮就这样惨遭杀戮 之后,人们把摘兴楼改作为摘兴楼 之后的两千多年,高楼损毁 夯土累称的楼基也只剩下了一座土台子 因此,现在的人们都把这座摘兴楼的楼基称之为摘兴台了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传说 成王败寇,历史都是后人来写的 周王虽然是王国之君 但是他的历史功绩还是在那放着的 这个传说让我们想起了前几天我们发的一个视频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苏达基墓 苏达基墓也是位于齐县 在周王墓旁边 然后我们就讲了一下苏达基古国周王 令其亡国,很多网友就不愿意了 就说我们在贬低苏达基 其实它就是个传说而已 大家不要太当真 据历史记载,苏达基确实是国色天香 它与周王的年龄相差比较大 后来就因为周王亡国了 后人就将这一个罪来撇给了苏达基一半吧 至少一半吧 了解成了一个红颜祸水 后面就有我们熟悉的风神榜 现在很多网友都对此打抱不平 觉得把一个亡国的罪过 加在了一个女人身上 十分的不公平 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但是也没必要去较真 这个图都没有什么介绍 只有一个石碑写着临间谈 应该也是古迹 刚才我们说到有龙山文化遗址 这个有可能是龙山文化 这里有一个明代的麒麟壁 保存的非常完整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简介 也是纪念笔杆修建的 重点在后面 这个麒麟壁后面 居然发现了有几个石关 我们走近一点来看一下 这石关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的 看上去非常的森人 因为这边上都是一些竹子 这些东西应该是从其他地方移过来的 属于文物 但是它的级别应该是不够的 不知道为什么 藏在了这个后面 在这个麒麟壁旁边 还有几个石柱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古文物了 这个东西应该是有残缺 拼不在一起了 所以说放在了这里 在这个麒麟壁旁边 还有一个展厅 只不过这里没有开门 属于音声文化遗址 我们透过这一个缝隙 可以看到里面也是一些土行层 地下居然长出了一点绿植 真是十分的新鲜 这个摘印楼顶区还是比较大的 这里还有一个文物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非常的奇特 这个应该是作火 一共有好几层 这个叫陈伯造 心经浮屠 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有一个石碑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景区里面 还有一个三圣词 但是因为疫情原因 它也没有开 在摘印楼景区这一侧 有许多石碑 还有一些石雕 这些石碑石雕 应该就是在七县本地发掘出来的 然后全部移在了这里 做集中展示 喜欢的朋友 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里面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